像我一開始就是會慢慢走 就是小步伐的慢慢走 然後去配合呼吸 爬山是文凱身心喘息的方式 一開始走一兩百公尺 一定會是比較累 就可能走一下 然後就會休息一下 大病一場懂得放慢腳步 登高望遠心無比開闊 就是有些人等待這個機會 是等非常非常久 還沒有這種機會的 那我是非常幸運 能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 碰見到他 發病後文凱一度覺得幸福遠離 其實是蠻低落的 我也想說為什麼是我 真的是晴天霹靂 所以我當下也自己三天沒睡 可是我自己想說 我要鎮定 所以我只能夠三天不能才多了 從手足無措到安住身心 全家人不孤單 身為一個志工的 陪伴的 我說我跟文凱爸爸媽媽講過說 或許他是你的孩子 你們是我的朋友 也是我的法親 但是事實上我的開心跟高興 不亞裔你們喔 人家幫助我們 我們現在有空閒 我們就去回饋人家 發願當志工 把愛傳遞出去 善循環來自捐贈者的大愛精神 媽媽 對 我的鏡子在這裡了 她是越痛苦笑的 越大聲的那種傻女孩 三十歲的茲文有一股傻鏡 帶人真誠 嘴和熱心 當她完成的時候 我好高興 我看到那一代是 那一代 我說大功高層 恭喜你 從事室內設計 工作盡責 對生活的態度一樣認真 捐遂姻緣得回溯到高中 同學因血癌往生 她其實還蠻突然的 她前一天還在跟我們一起聊天 甚至運動課的時候一起上課 但是隔天她就身體不舒服 進音樂檢查後 她就沒有再出來了 不捨 心疼 堅定住人心願 也如願救人 我沒有特別去想像說 她是怎樣子的一位人 她能健康就好 她快樂就好 你對她最好的報答 就是把我自己照顧好 數位磨面的兩人 因命運輕盈 現在有著血濃雨水的情緣